熊先生介绍,他的第一个订单是双十一凌晨0.08分下的,买了一些家用电器寄到老家,当时下单的总价是12000多块钱。 到了双十一白天,他说考虑到装修进度,有些电器的发货时间需要改一改,所以就取消了订单,打算每一款分开下单。 熊先生举了个例子,比如,这台京东自营店内的油烟机,它凌晨下单时,价格是4599元,当天上午10点多下单,价格就变成了4339元,他就取消了这个订单。 大概是晚上8点左右的时候,那我价格,我加入购物车准备付款,价格的话是3909元,这个我记得很清楚,但是这台订单的话,当时我没有下单成功,加入购物车之后,我准备去下单,付款的时候,价格显示了4100多,4100多,然后我就以为是我什么优惠却没有用,还是怎么回事,然后我就马上取消订单,再重新去下单,然后的话,弹出来的价格的话,马上变成了4200多,这台订单的话,就是我现在下单的价格。 熊先生说,也就短短10多分钟,油烟机的价格就变动了两次,他觉得不合理,而且当天价格变动的还不止这一款商品。 熊先生现场拨打了京东客服电话,对方表示,只能帮他进行登记,之后会有专员联系。 熊先生提供了一段录音,说是之前拨打京东客服热线实录的。 记者把情况反映给京东公关部,对方核实后回复,活动期间商品的基准价确实有调整,但价格变动属于正常范围。 实际成交价格是由于消费者自行选择参与不同优惠活动而定。 根据价宝政策,消费者购买商品之后,商品出现降价,可申请保价。 熊先生所说的申请保价并不属于这种情况。 腰包黄剑记者报道。